应该没有任何一个NBA专家会认为 今年的荆州勇士队还是一支争冠级别的球队 不管是在Bletcher Report还是ESPN 这两个全美的专业媒体里面 季前的预测 勇士队最好的战绩排名 大概在西区就是排第八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在分区里面只能排六到八名 甚至于六到十名 你根本就不是争冠级别的热门球队 那我也不认为 勇士队有多大的争冠机会 为什么 勇士队的内线的缺口 Steven Curry也36岁 另外就是在角色配角方面 年轻的球员很多 老的球员进步又很有限 所以我不认为勇士队有太好的争冠的竞争力 不过勇士队还是决定提前跟Steven Curry续约 Curry的原本的合约到2026年 那再续一年大概是6260万美元 所以等于是Curry跟勇士队的合约还有三年 要到2027年的夏天结束 那未来三年Steven Curry还有可以拿到1.78亿美元的合约 平均下来一年将近6千万 那为什么勇士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提前续约的决定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你说勇士队没有争冠的实力吗 很可能 他的确不是任何的球队 但是你说就一定说勇士队完全没有机会 也不进来 勇士队目前的情况其实跟胡人一样 你有Steven Curry 只要他可以有水准的发挥 打得像MVP一样 我觉得整个勇士队还是有机会打出一个非常棒的赛季 年轻球员的进步 打出更好的防守 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 其实角色权在现代篮球 尤其是争冠级别球队里面越来越重要 胡人队也是一样 只要LeBron跟AD都很健康 都维持一个绝佳的状况 你说胡人队绝对没有争冠的希望吗 也不进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勇士队要把握 Steven Curry生涯最后这三年的时间 继续在总冠军度上来做拼战 这是第一个原因 勇士队并没有放弃 第二个 我觉得勇士队今年几个年轻的拳 不管是Jonathan Kuminga Moses Moody Podrymsky这名后卫 另外就是Jackson Davis 这一名年轻的中锋 我想这是他第二个赛季 这四个年轻的拳 我相信今年对于勇士队的轮换 速度 防守 天赋 我觉得会带来蛮大的帮助 所以尽管他们走了Clay Thompson 但是他补进了Kyle Anderson 补进了Buddy Hill 另外还有D'Antoni Milton 这名62寸的得分后卫 所以基本上在经验 在外线的投射 在封线的深度方面还是足够的 所以对勇士队来说 续约 提前续约Steven Curry一年 未来 Kurry还可以至少在勇士队打三年球 那就表示 勇士队的老板 对于未来两到三年 他还是带着真冠的决心在做 所以以Steven Curry的状况 我相信他未来一到两年状况不会下滑 那提前续约一年 第一个给Kurry一个安定感 第二个他向全世界宣告 未来两年勇士队还有真冠的机会 我想这对于年轻全员的激励 对于Steven Curry所带来的作用 还有整体的团队 我觉得金钱就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所以勇士队并没有因为 他今年因为薪资逐渐在解套 老板就决定采取保守的方式 不对 我觉得勇士队的老板这样的决策 有他的用意 有他的激励性 除了相信Kurry 除了认为球队还有争贯机会之外 我就对这些年轻的球员会带来 蛮好的刺激 所以我也乐见Kurry续约一年 未来他还可以在勇士打三年球 那当然39岁的Kurry 你说还没有这样的实力可能很难 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到两年 勇士队的真冠窗口并没有关闭 这种情况就好像胡仁队一样 只要勇士队和AD都很健康 未来一到两年 在真冠级别球队里面 就算胡仁队不是排名前五 但是也不要忽略这支球队 勇士队就是最好的例子